貴錶迷你們好,真是介紹了很多日本手錶 但真的性格比高,而且樣子漂亮 在 Seiko 方面來看,錶面的設計真是很有風格 錶面可以模仿飲品,模仿直釀照射下的稻田 總之有很多東西,還有我記得有一次 還有企鞋的腳印,很特別的錶面設計 其實這個系列,Seiko Save the Ocean 系列 應該有三隻錶,不過今天中間那隻就不在 看著頭尾那兩隻 這隻其實是Base on Seiko 1965 年的Diver 這隻錶是40mm 錶徑,厚度是14mm 你看到錶面是深藍色,是三隻之中最深色的 而且錶面是模仿冰川的效果 你看清楚,有很多植紋 其實是模仿你看到深層冰川的狀態 我之前也說過,其實Seiko 尤其以前 真的是一隻Tool Watch,很多士兵都戴過 還有那些探險家、潛水人員 都是真的會戴Seiko 的手錶 所以它跟海洋保育有關 以及錶面模仿冰川 我真的可以幻想到 其實探險家真的帶著Seiko 去南極北極探險 這個錶面就著實,真的漂亮 就算它不告訴你是冰川 你也覺得應該是跟冰有關 這隻錶是200米防水 用6R的機身 你也看到,其實這個設計真的很吸引人 而且它真的頗有Gimmick 因為它這個1965的版本 它的錶面是最深色的 然後600,即今天沒有那隻 它就比較淺 到最新的那隻,就是1970的復刻板 它的錶面又是最淺色 其實如果你看過錶面 基本上它就是由最深層冰的狀態 去到中間的那層 以及去到最面那層 基本上這三隻錶面的Dial 都已經很清楚地展現在大家的眼前 這個設計真的很特別 它不是只出一隻冰川 而是出三款 讓你看到冰川在不同深度的狀態 真是很有心思 一個沒有做透底 就是這個6R35的機身 70小時動力儲備 以及這個是Special Edition 看到錶面都寫著 是防水200米 真的可以拿去油水和潛水 但只有我七吋的授握 這隻當然不會太大 而且錶面真的非常吸引 非常吸引 而且是特別版 以及與環保保育有關 令到你買這隻錶的時候 都好像在做線士一樣 現在都給大家看看 它是200米的潛水錶 所以它都一定配備夜光 否則如何拿去潛水 剛才我提及 就沒有第二版本 就是1968年的版本 有這版本的就是1970年 我相信大家都應該見過這個K-shape 即是上次我介紹現代啟示錄 那個主角都帶著Villard 都是復刻1970年的作品 它最特別是它的不對稱標學 四時的標觀 還有一個這麼有趣的護橋 就是它的標誌性設計 還有這個版本 有一個淺藍色的旋轉外圈 再加上這個白色的錶面 我真的覺得感覺上很清新 和我上次介紹的那款Villard版本 又有些不同的感覺 還有白面最多的藍圈 都是現在很常有、很時常的配搭 所以這款呢 你給我選擇兩款 好像這款對我來說更加特別 當有上鎖的標觀 我現在也在教這個時間 有停搖功能 其實這些標 這個系列都是用6R35的機心 調完之後當然要上鎖 這個標學真的頗特別 所以我也覺得很厲害 SEICO是1965、68、70年 即是幾年之間、五年之間 已經推出了三款 這麼令人追蹦的版本 這麼Iconic 的版本 真的很難得 這款標面就是淺層冰川的顏色 以及狀態 真的很特別 很特別 也給大家看看 夜光 這款都是200米防水的 全部都是Under Prospects 我不知道大家會喜歡哪一款 如果到時有1968的復刻版 可以再放在一起 給大家看一看 我喜歡這款 感覺上很清新 白色標面 當然還有它的冰川紋 還有這個藍色標圈 真的很清新 很清新 扣是有保險扣 Double Pushes 打開 也沒有做透底 當然也是做藍寶石水晶標鏡 也寫著這個Special Edition 雖然看起來這個標殼好像很大 但其實它的Lug to Lug 都不是很長 好像45、46mm 所以不要被它這個不對稱的標殼嚇驚了 以為我的手腕很幼 我戴不到 其實不是的 就算手腕小一點 都可以戴到這款 因為它的Lug 是很短很短的 戴上手給大家看看 戴上7吋的手腕 這款標真的非常特別 我上次介紹過一款1970的復刻版 就是黑面 膠帶 這款是白面 有冰川紋 還有這個鋼帶 感覺又不同了 將這兩款給大家看看 當然 右手邊這款 即復刻1965這個版本 當然看起來正老很多 但如果你說很有SEICO手錶 潛水錶的感覺 那就真的可能選擇左手錶 其實中間那款168的版本 其實它的標觀都是四時為止 三隻擺上 就更加提到這個SEICO潛水錶的發展 以及設計的不同 現在將這兩款擺上 大家都看到它的價錢 這個深藍面 就是9700多港元定價 而這款 復刻1970版本 就是10,000多港元定價 10,000多港元定價 10,000多港元定價 當然了 其實這些標都一定有折 折完之後 其實應該是全部標都不過10,000多 我想大概7-8,000多港元定價 這些標準確做得挺漂亮的 尤其是SEICO 也是那一句 標面的設計 真的非常有心思 非常特別 好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不同品牌 支持地區小店和我拍片 還未訂閱的麻煩大家訂閱、Like和留言 對我來說也很大推動來來 我繼續努力找多點有趣的手錶 以及隱世的標行和大家聊天 希望大家都喜歡我今天分享 拜拜